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油,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实录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新冠数据 截止2020年6月26号下午1点,全美确诊人数248万8141例 死亡12万6633人 今天的确诊人数比昨天还要高,达到了37688人 昨天是37402 今天的死亡人数比昨天增加了好几倍 昨天是739,今天达到了2463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则消息 全美人口日益多元,亚裔增长幅度居首位 最新人口报告发现,全美人口结构正在持续变化 其中亚裔、蜥蜴等族群比例激增 但白人人口持续下降 可能在未来25年内成为少数族裔 分析指出,生育率低迷,正减慢整体人口增长 综合国会山报及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普查局6月2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白人现占全美人口的60.1%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点 而在过去10年,这个族群的人数仅增长了4.3% 反观少数族裔则继续壮大 其中亚裔人口增长了29.3% 达到2280万人 增幅是少数族裔中最高 其中约3分之2是新移民 其中西裔和非裔分别增长了20%和12% 布鲁金斯学会人口统计学家弗雷分析 在亚裔和西裔迅速增长的带动下 国家变得更加多元化 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尤其明显 根据数字,目前16岁以下的人口中 白人比例不足50% 首次失去主导地位 而西裔、非裔虽然只占人口的18.5%和12.5% 根据求职平台Indeed的分析 西岸的族群分布更加多样化 其中在加州的圣河塞、旧金山 以及德州的休斯顿 白人人口比例都不足40% 由于出生人口减少 加上移民更难入境 导致过去三年 全国人口减少的趋势加剧 以白人为例 人口从2016年到2019年下降50多万 年龄中位数是43.7岁 是各族裔中最老 过去10年 全国25岁以下的白人 更是减少了470万 而该年龄的少数族裔 仅增加了310万 难以抵消白人的下降幅度 令整体数字减少近160万 同时国家的老龄化问题 进一步加剧 Indeed的分析指出 自2016年以来 全美大部分城市的市民平均年龄 都出现老化 好 下面再看第二则消息 疫情瘫痪全球经济 恐要苦撑10年 美国最惨将衰退8% 新冠疫情瘫痪了全球经济 影响远超过2008年金融海啸 专家预测 今年除了中国 世界各国经济都将衰退 极端贫穷人口 恐怕增加6000多万人 经济损害的余波 可能持续10年之久 国际货币基金24号 做出2020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预估将萎缩4.9%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将衰退8% 中国是唯一正成长的国家 但也仅增长1% 在疫情影响下 未来两年 全球经济恐流失12兆美元 多数国家将是金融海啸 两倍以上的衰退 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指出 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 可能持续10年 他也警告 全球可能有6000万人 沦为极端贫困人口 每人每日生活费不到1.9美元 全球受疫情打击最大的产业 为石油、汽车、航空、旅游等 旅游业损失规模为1兆多美元 对以旅游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而言 不但劳动力密集的旅游产业受打击 近1亿人工作机会有风险 甚至动摇国家经济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消息 男子遭制服12分钟死亡 州长称 执法透明 警察局长不必辞职 亚利桑那州土桑市 一名拉丁裔男子 罗培兹 日前在遭到警方逮捕的过程中 被戴上手铐 脸朝地面 被压制12分钟后死亡 此案 三名刑警及局长 马格努斯 皆提出辞呈 但土桑市市长 瑞金纳 25号公开表态 支持局长 马格努斯 继续留任 民主党籍的 罗梅洛 透过公开声明表示 该局长四年来 不断协助警方 执法进步 应该留任 该起因于4月21号晚间 警方接获 罗培兹祖母的报案 称罗培兹 在他的家中 出现怪异的行为举止 警方抵达现场后 罗培兹全身赤裸 且呈现出 歇斯底里的状况 警方随即将罗培兹制服 警官将罗培兹 脸朝地面压制后 戴上手铐 身上还覆盖一张塑胶博台 被制服的罗培兹 不断挣扎 哭喊 警官当下人不予理会 直到12分钟后 罗培兹停止哭闹和呼吸 事发后 警方在现场 立即给罗培兹打解毒剂 并做心肺复苏 强力救治 但最终仍抢救无效 罗培兹被判定当场死亡 根据验尸报告 罗培兹死因 为突发性心脏病 且体内验出 过量骨壳碱 警方也声明 办案过程中 并没有使用 手肘攻击 肢体击倒 窒息性 及膝盖压紧的方式 也无使用化学或电击武器 也没有开枪 该世界爆发后 直到本周才对外公开 对此 马格努斯饱受批评 并在记者会上提出辞呈 马格努斯表示 承办该案的三名警官 在过程中 有多处违法事实 且未依照警察训练的指示操作 罗培兹表示 让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 更透明化 并确保警方能负起责任 才能重建民众对警察的信任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纽约 新州 康州 要求来自疫情严重州访客 隔离14天 纽约州 新泽西州 和康涅狄格州 星期三宣布 联合旅行咨询 要求来自 新冠病毒感染率高的州 访客在到达三州地区时 必须隔离14天 纽约州州长 葛默 与新泽西州州长 莫尔·莫菲 以及康涅狄格州州长 内德·拉门特 举行新闻发布会说 这三个州 希望在病例数上升的同时 保持遏制 病毒传播的成果 该政策 已经于周三 6月24号 午夜生效 当前符合疫情严重标准的州有 阿拉巴马州 阿肯色州 亚利桑那州 佛罗里达州 北卡罗兰纳州 南卡罗兰纳州 德克萨斯州 和犹他州 葛默说 命令不仅是象征性的 他说 出犯者将被罚款2000美元 重犯者将被罚款5000美元 如果他们造成伤害 将被罚款1万美元 他们也可能受到司法命令 和强制性检疫的约束 并被要求支付简易费用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金价大涨 华人脱手变现 役后将限卖金潮 新冠疫情让民众购买黄金 规避风险的需求大增 导致国际金价上涨 目前每盎司约1700元 有华人业者看准这波涨势 愿意高价收购民众家中的黄金 预估疫情后 民众卖黄金变现将会更加明显 不过也有从业者表示 珠宝业生意随着经济波动 在经济回升前生意非常难做 恐有三分之一的珠宝店将关门 由于金价受到国际形势 与疫情影响的波动 再加上美国暴动的影响 金价在近日升至7年半新高 每盎司约1700元 比疫情前的1400元至1500元高出许多 纽约金玉珠宝表行业主陈卓怀表示 有些在疫情前或四五年前 金价约1100元就购入黄金的顾客 会趁这波金价上涨时卖出 以赚取差价 且多数为华人 位于坚尼路上的春星珠宝表行 近日就在店门口贴出通告 表示金价达近年来新高 该公司愿以好价格收购黄金 通告上写着 不论是在等待失业金 或是急需现金支付房租 账单 买食物 周转者 该店都愿意收购黄金首饰 让民众变现 曼哈顿唐人街 尖尼路 包里街附近有不少金店 目前约有15%重新开门 不过 陈卓怀说 珠宝业的生意随经济影响较大 经历过911恐怖袭击的他举例 尖尼路的金店在911后 迎来第一次大萧条 当时约有三分之一的店家被迫关门 直到金价在两三年前逐渐平稳 顾客才开始逐渐回流 市场上经济不好 珠宝店第一个倒闭 市场上经济好 珠宝店最后一个复苏 他说 纽约房租太贵 人工也贵 民众购买力大减 业者无以为继 预期在疫情后 珠宝业将进入另一波寒冬 而这波寒冬至少会导致 25%至30%的珠宝店 被迫关门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纽约纳苏郡严打非法烟火 因911报警电话激增400% 纽约长岛和美国各地的社区 使用非法烟花的情况 呈爆炸式增长 最近几天 烟花爆竹的视频 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泛滥 纳苏郡郡长劳拉科伦说 他看到有关烟火的呼声 有所增加 并宣布他正在发起一项运动 以便向消费者事务办公室 报告烟火 纳苏郡警察在新闻12网站中说 纳苏郡警察局接到烟花报警电话 大幅增加 警方已经响应所有911报警电话 并采取适当行动 提醒公众不要使用烟花 因为它们是非法的 并且可能有害 纳苏郡表示 他们正在打击整个地区的 非法烟花报纸问题 据警方称 过去几周 他们共收到1277起投诉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0% 劳拉说 我知道很多人 对因疫情而取消 有组织的烟花燃放 感到失望 但是该郡还有许多 其他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这个主要是因为 今年美国的国庆节 7月4号的烟花表演 各个地方好多都被取消了 所以说民众可能就自发的 去燃放烟花 就最近几天我们也总是听到 有放烟花的声音 但是这个事情在我们的长岛 或者是在纽约市 好像我们看到的新闻 都属于是违法的 所以说这里也要提醒纽约 和我们长岛本地的华人朋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现在像纳书郡 纽约市也都已经开始在打击 这种非法的烟花燃放 因为这个隐患非常大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通报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一笑笑 熬夜送寒上 江上秋风冬可轻 只要 儿童挑粗枝 夜深离落 已等你 笑笑 熬夜送寒上 江上秋风冬可轻 只要 儿童挑粗枝 夜深离落 已等你 笑笑 熬夜送寒上 江上秋风冬可轻 只要 儿童挑粗枝 夜深离落 已等你 作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